又是礼拜六,8月19号2023年 美日韩的高峰会结束 好像没有正式宣言 不过他们有一些声明 这个东西反正等着政治家来分析 他的达成的什么样子 他们主要是注重南海 台海的和平 怎么样子的 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说 拉帮结派对于中国跟朝鲜 跟俄国的势力要有所回应 中约当最好玩的时候 美国跟日本单独他们都有 他现在主要把日本跟韩国能够和解 因为他们两个也是仇很深的 现在目前韩国的总统 当然是代表另外一个 他用这种方式亲昧 这个也是很少见的 所以对韩国的利益什么 大家都等着看 因为日本跟韩国跟大陆的贸易都非常多 那不管怎么样 拜登是好像是要改变的所有的地缘状况 因为让日本韩国什么的 然后加上支援台湾什么的 这些东西 台湾当时很欢迎 所以虽然没有这么多 他们中国还是很严厉的批评 说他们搞起了圈子 要改变地缘 改变状况 实际上像美国对全球也是一样 他这边独霸了 然后任何一个国家一兴起了 他就觉得会改变一些 某些平衡的状况 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压制人家 同样的现在美国 也是准备改变某些的世界现况 这个等他们大人去管好了 那中国就在又开始一个围台经验 他是表面上是说是耐心的访美 然后干什么 实际上耐心的访美已经都很节制了 就是说并不是规模很大 主要是实际上 我这感觉是对他们三国的峰会的一个抗议 表示我这个还是有实力的 世界大国也是一样 动不动都是讲展示实力 我还看到俄罗斯 说我们应该增加核子的下 威力要储存 他们已经世界上最多核子 但还要继续这种 所以你说 每一个国家都准备自己的拳头 这个不能够防卫 当然了因此 人类社会就是这样子 以前大家都要工作 我们理想派的说不要有军队 可是你不要有军队就不行 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是显示 人家要侵略我们 我们要自保 我们稍微弱一点的话 他们一下就把我们给攻占 干什么的 这个 我到现在都不太明白这种真体 不过 这是目前社会的状况 中国对台湾开始紧缩很多政策 台湾跟大陆有一个叫 EFICA Economical Commission 什么 Agreement 这个经济上的一个互让 主要就是大陆对台湾很多 关税的减免 各种各样的 而且真心 让台湾赚钱 所以台湾赚大陆钱很多 而且那时候民进党是靠反对这个 反对福贸 本来马英俊要签很多协定 民党就利用这个民意啊 或者民粹啦 反正就是占民立法院 所以那时候 结果大家说蔡英文上台 他也不撤销啊 就是很很虚伪啦 就是这样子 他为了一个政治目的攻击你 他自己还是继续用它 所以台湾这几年 经济上还是不错的啊 可是大陆开始紧缩了 说你请销 说你要抽很多关税啊 这个 所以台湾不管是谁当选啊 他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动作 你将来没好日子了 所以就算赖庆的当选的希望很大啊 有一个民调 大概台湾有六成人都觉得他会 因为主要是蓝营 非绿的人啊 没有整合嘛 台湾的选举很奇怪 所以他只要拿了40% 他就可以当选了 那很可能的啊 对不对 因为另外60%分成30% 30% 这是很奇特的现象 也让中共有一个难题了 我觉得这种剑拔卢章啊 对那些有希望 只有台湾独立 台湾也不可能独立 你看现在大家都在讲啊 连在新德台独的今孙都改口了 我也不晓得这些其他人 当然那有一个人是讲啊 他是跟李登辉一样的 先虚与尾蛇 答应你 当你在趁那个时机 我就把它给出来啊 真的很辛苦 而且人做的这么复杂了 有时候你想李登辉这个典礼啊 他这个生活啊 真的很可怜啊 以前要做板凳做三分之一的 后来变成台独教父 所有的本省的同学 都是做他民主先生啊 说忍辱负重 那这个赖青的也来一个忍辱负重吧 我们就等着看 所以我说 真的对这些事没什么 反正就放到那边 当你再活个十几二十年 二三十年的时候 可能就清楚了啊 就跟那时候赵赵刚 在台湾的市场选举说 这个李登辉是搞台独 那时候那些别的 我爸爸他们都都在骂他啊 这个死忠的这个乱讲 结果后来发觉 是这样子啊 你看民众的东西很容易认知啊 很容易不对啊 就是反正偏向 好 大陆经济当然不行啊 就看到说大陆他现在推动啊 就政府的呃 有带薪的休假 怎么讲呢 这个实际上这个法律上一直都有啊 可是中国人太勤奋了 这个听说只有60%人 很多人就是一直工作 我们都有这个习惯 我们这一代的 不要年轻人习惯不一样 所以他现在经济不好 那你就赶快去消费 哎你有钱嘛 你去到处旅游 就经济都是互相动的 听说三中省啊 就开始呃 明文的规定啊 这个大概叫强迫你休假嘛 你不休假不行 啊 这个样子的一个气 呃 呃 有些是这样子啊 休假的时速 有时候在退休的时候 可以换钱啊 那就看你价值观嘛 我觉得这个换的钱呢 跟我现在呃 出去旅游啊 是哪个好啊 我们中国人对 大概换钱的比较 驱舍 我们能在公司做也是一样 不过他有个限制 能够定价也是吗 你看外国人是动不动就请病假 我们那些同事啊 我们就很少请 这个人比较少啊 除非真的万不得已啊 真的有病 他们大概都是 实际上都是找个借口就休假的 那将来他有一个换算方法 因为我每年有很多小时的啊 你累积到某个数字 他到时候可以打个折给你 有些人就说 我宁愿把他take掉 那问题是讲那一点 你也是虚伪嘛 你明明没有病 然后你可以说我精神状况不好 我这也是一种病休假 大部分都是把这个时间给take掉 因为换算的话也不是一比一啊 好像只有百分之多少 所以这是各种习惯 然后看到美国啊 有一个公司杂志 他介绍一个在拉斯维加里有个工作的一个男的啊 他很厉害啊 在Burger King就汉堡店里面工作的 他前阵子说他哎呀 我快要做27年了啊 就很多员工呢就买了一些东西啊 都是小东西送给他 好像是庆祝他的27年 然后呢他的小孩啊 他这个人是单亲爸爸 养了四个小孩 但小孩子都很贵 他自己啦或者怎么样 就在网络上一放 哇上百万人点赞啊 干什么的 然后他的儿子好像就搞了一个 就是在里面众筹啊 我们叫做 就是大家可以捐钱 你捐一两块 你想想看世界上有多少人吗 只要你觉得有点感动 你捐个一两块 加起来不得了 就现在四十多万啊 当他这个在另外一个啊 Burger King 人家做了二十多年 你都没有表示也是很乖 像我们在我们一般的公司 十几 二十三四什么的 每一个重大的 他都会给你一个聘啊 给你一个奖励你啊 当然这个习惯越来越过好 就是看这些主管 愿不愿意让你表扬这种 坐着久的员工 这样鼓励起 鼓励大家的士气嘛 这个Burger King显然很差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好 政治上来看呢 西班牙的社会党的一个女士啊 当选了立场 因为这次是社会党输了 保守派赢了 可是也没完全过半 他们是有350个议会的议席啊 然后这里面来推荐 议长 议长第三位啊 国王首相当就是议长 他就是社会左派的当选了 那这个以前的首相 他当已经改造换代啊 他也没得到绝对多数 可能本来下台了 叫Sanchez 他有一点希望啊 所以 可是也不是绝对 所以我们就等着看 大概在 在一个月就知道了 到底谁当首相啊 那这次他当议长 是跟一个 卡特隆 卡特隆的独立的党啊 这党很奇怪 都被通缉 那个党魁啊 都是在欧洲 别的国家来操纵 他们这次获得七席啊 当然也很少 你看三百五十 可是他们就是 Kinmaker啊 所以呢 他们就支持他 然后有些条件 据说来 他们这个卡特隆的语言啊 要是欧盟的正式语言 各种各样的 那这个 而且还要他们 撤销他们的通缉 因为他们对分离分子 还是要治啊 所以说台湾 好多梦想 你看世界 讲一套 做一套 那你在美国 自己要分离的时候 美国以前的南北战争 当然不让你分嘛 因为以一个大国的立场来看 连那个西班牙 不算大国 Kinmaker一拢了之后 那西班牙 就是很小的国 对人民是好啊 可是问题是对政府 觉得我要一定实力的话 就很糟糕 所以我们这四五一带 看这个 这个 这个Sanchez 就是以前的首相 会不会继续当啊 那人家也会运从帷幄 人家为什么 不过这个就是 独立党啊 这很奇特的 才七席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啊 那个乌克兰里面啊 又看到一个 以前的政客 Sanchez 他又发表言论啊 说这个乌克兰的这些 已经被俄国的 可以用公投拉 怎么决定未来 也就是承认现状嘛 当然 一定被大家 盯得满头包啊 因为这些 没有真正负责任的敢讲啊 真正负责任的话 就跟日本很多 都是下了台之后 说对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都是胡扯嘛 那可是很多很高兴啊 像最近有一个什么 生什么首相啊 也是一样 在台湾讲得很露骨 实际上他们真正这样子 可是你在 在台上的时候 你都会收敌一点 你像美国 这些都是退休之政客 在台湾去鼓吹 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各种各样的啊 真正在 当然有很少的人啊 就敢 议员是敢啊 假如政府官员是不敢讲的 这个自私起当 好 哲利斯居然访问瑞典啊 跟他们的国王啦啦首相 他们寻求清楚 好几亿员的军援 呃 然后呢 看到一些消息啊 乌克兰大概最后会反攻 这强弩之末了 我们都认为没希望 可是他好像还是抱着一点希望 所以也不能说他完全死心啊 哪天我们突然看到乌克兰呃 攻占到亚述海边呢 也是很 有一点点可能啊 这是 然后看到一个黑乌克兰的啊 说他们 这应该也是实啊 他们的议会呢 他们就讲说 有一个叫做什么 private呃 有一个社群网站啊 就是只有 只有我们自己能看的 可是他里面都可以干很多 你见不得人的事的 那个很多国家都 不禁啊 或者不能够明明 他们就要公然立法准许他 那叫什么 一下名字 我这个人没有 没有笔记忆力太差了啊 就是你可以在里面 呃 单独的跟人家捐钱啊 这么还可以收税 这个乌克兰 有一个地方议会 说准备 呃 准许他 准许他 这个社群网站就很高兴啊 就是这样子 他的理由是说 可以收到税 真是离奇古怪啊 不过这个当然是 一眼小事 事先把他扩大 讲那一点 确实应该是也有发生了 不会没有 好 那乌克兰跟俄国互相的炮轰啊 东列斯克听说 有三个工人啊 他们有一个被炸弹 他们好像都是急速炸弹 反正就是很凶的 然后当俄国也打了 呃 他的后方的一些地方 乌克兰也死了 耗生七八个人啊 讲那点数字都比以前少很多啊 不像那个军队大锅规模作战 就是上千成百上千上万的人牺牲啊 所以感觉上他是目前是比较焦灼 好 川普这个下个礼拜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变了 8123吧 礼拜三 川普来不参加 他赢掉最高嘛 他说我参加去被那攻击 这是策略了 然后他还要捣蛋 他要那一天晚上 听说预计了 你知道那个 特克卡尔森嘛 他现在还是很红啊 自己做节目 他虽然被那个 服饰电台给 给开除了啊 什么的 他要接受他的单独访问 他现在都 现在都自媒体很多嘛 他我我所常常在YouTube上 看他的一些 奇言怪形啊 他这个人反正 我这个人是不太在乎了 你猜怎么样 总是有一些 还不错的讲法啦 可是大部分当地 是不同意这位特克 特克森的 那川普那天要接受他的访问 你看那个收视一下就拉了 而且大部分都是 卡尔森是在共和党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人物啊 还有一个 研究说 这个美国的政治的cracking啊 就是裂缝啊 继续啊 所有的美国人民公认的 可是一筹莫展 这民主社会真的很难啊 我以前有很多的 非常这个爱美国的啊 连说美国不好都不行啊 我觉得我们的讨论 他的对跟错 就是能够改进嘛 所以像很多人 你就针对着别的地方的 对跟错 每天把它拿着放大进 那美国的看都不看啊 还有很多借口啊 这也是没有必要 我觉得 真正要城市面对很多事情啊 好 看到一个生物上的 意大利的这个 blue crab啊 一种来线 听说是从 大概不在本地的 那这个人吃东西很厉害啊 所以他们在湖泊 把很多原来的一些生物 都给消灭了啊 所以很多鱼人 鱼打鱼的都说 哎呀 赶快要想办法 哎呀 他们拨了好几百万元 看怎么样 另外一个就是说 哎 这个蛮好吃啊 尤其中国人 就是说把它做成菜 除了这个 就想起啊 这个三十年前 不是有一个鲤鱼吗 中国的一个鲤鱼 在美国也是一样的 入侵了 鲤鱼是吃很多了 不好 可是那长的鱼好大 那时候好多影片啊 一下子最近好久没看到了 不晓得美国治理的怎么样 就说这种外来的种啊 侵涉到一个当地的啊 很多灾难 可是我们从常讲 来把它捕捉起来卖嘛 呃 吃嘛 可是问题是 也许它的生长速度太快啊 这个就等着生物专家的一个回伍 最后讲 我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啊 巴比 我自己还写了一个感想啊 倒没有写得很全 因为里面还有一些 当初争议的事情啊 什么九段线啊 同性恋 我是觉得根本都没有啊 就是外面的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们故意来做宣传 所以很多 当然也不会啦 因为这个中东 很多国家不准演 越南部人员啊 在大陆 哎 大陆很少外国片可以上啊 他居然可以上 因为他是娱乐片嘛 然后听说票房也不好 不过在 因为中国现在前五名都是中国国片啊 国产的 所以他第六也不错的啊 虽然那个总数是比较低 不过听说中国女性都趋之若鹜啊 因为对他们很大的启发 我在我的评论里并没讲这个巴比啊 因为他的故事啊 有一个很崇高的目的 就是解释这个女性啊 当初在男权世界里面怎么样 因为这个东西没什么好讲 因为就让你自己去看嘛 那因为巴比以前的人玩小玩 女孩子娃娃都是玩小孩嘛 大家都知道女孩子要造狗小小baby 那巴比呢就是化妆成 将来我可以独立自主 长得又漂亮啊 怎么样怎么样子的 然后在那个电影里面啊 他有个Kan嘛 Kan还跟他两个来争权夺利 最后一个大和解啦 那还有一个在中国畅销 是因为他里面华裔的演员 那个刘诗墓啊 他是武打明星长得 里面装腔作戏 因为那个巴比里面都是很CC嘛 我们自己直接的感觉 男人玩娃娃 在我们那个固定的思想的框架是不太有 他在里面就是跟那个 狗血啊 他们两个人都是巴比的附属品 结果他们附属品也不希望做附属品啊 所以还革命啊 这个要夺权啊 这个很有意思 不过在大陆听说很多女性 对这个的还蛮喜欢的 因为大陆的女性可能地位也有待提升 好就这样子再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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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